到垃圾时间身穿蓝色上衣的男子 二话不说直接跳进摇滚区 与垃圾堆围舞 脸上表情气扑扑紧握手机录影 恶狠狠逼着前方嘴里还念念有词 清洁队员倒是相当冷静 日前台东一间连锁超商店长 刚开始试图把超商垃圾 交给清洁队处理 但被告知这属于事业废弃物 必须交由专人收运 后来店长从对面住家带垃圾来丢 还是遭清洁队员拒绝 甚至当场打开他的家庭垃圾 检查有没有混入事业废弃物 他起的怒控清洁队处处针对 带到机会跳上垃圾车妨碍公务 垃圾车上面很久吗 有一段时间了 有一段时间了 那垃圾车不敢开走 对啊 就停在那边 你们觉得这样很危险 很危险啊 随便跑进垃圾车 当然非常危险 因为垃圾车几乎都有电动压缩功能 平常清洁队员也会站在旁边 协助民众倒垃圾 避免意外发生 事后超商店长也坦承 当天是不小心情绪失控 很抱歉影响其他住户 TBS新闻刘警员蔡新宇台东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新闻网APP 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